這樣自己玩過之後 那我先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效果的部分 效果部分這個你點開 如果不用你就把它刪掉 那你點到哪裡 效果就是加在哪邊 你看它這邊就是一個圖層 好,點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裡面有沒有分成四大類 一、二、三、四 對不對 那最簡單的就是這個 放置、刪除、移動 好,這是最簡單的 那有一點點效果的是第二種 有沒有你看什麼 靠近、縮放、移動 這些比較簡單的效果 那比較呢 重要的它所謂核心效果 就是你剛剛所看到的 比如說像波浪、三D旋轉那些 那麼專對這些核心效果 在做出來的演變 就是我們所看到第三種 也就是說第三種就是針對 從核心效果它在修改修改修改 擺完好了之後才放進來的 那你在看這裡的時候呢 首先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什麼叫顯示它位置 也就是說你的文字如果是在這裡 這個呢就是最後的位置 也就是說動畫不管怎麼做 最後就是停在你現在這個地方 這樣有了解吧 好,這叫做顯示它位置 那傳位置消失那當然你就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最後它一定是消失的 不敢中間做什麼動畫就對了 好,那麼連續循環就是 當然就不斷的做 不斷的做 就是它會不斷的去跳 所以這個下面就是比較接近 所以你至少要先分清楚 這樣的話你在猜問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覺得說 奇怪到底要哪一個比較好 那在這邊呢 你加入任務的效果 其實你看效果那麼多 中文3122看得懂嗎 好,完美的降落 安靜的道法 還有講的道法 但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點進去看一下 就套用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你看子彈向外飛動 你也不知道什麼你就點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那個效果 那外面你覺得說這個效果怎麼樣 時間太長或太短 其實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一個 變這樣 你如果是要移動它 你可以往後退 這樣到底要什麼意思 前面是沒有這段話 所以你看我們play看看 有沒有發現前面是空的 前面看不下去 所以動畫就是從後面開始做 那如果你覺得時間太長 你可以把它壓縮一下 有沒有 在前後 在前面後面 那你現在play 它速度會變比較快一點點 這樣了解了 那 如果你在這邊點進去 你就可以再修改它的一些屬性 因為每個動畫特效裡面進去都不一樣 可是這裡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看 我現在先play 有沒有發現飛行有一個特性 這種動畫也是回起動畫 它會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是不是不斷的審訊 也就是說你看有時間軸 從前面撥撥撥撥 撥到後面是要回頭 那萬一 我需要說它把這個字看得清楚一點 不要一直在上面動 這樣就變過動了 對不對 要稍微挺一下 給人家看清楚 那個訊息是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先停 建議各位你在播的時候 就 不要在這裡說出來編輯 因為這樣會怪怪的 你就先停止 比如說我希望它停一點點時間 我就到這邊 那怎麼辦 怎麼叫停止 有沒有什麼叫放置 也就是說 當它後面這裡 如果沒有引格的時候 它就到這邊就回頭了 可是後面如果有引格 它一定要撥到這邊才可以回頭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一個放置 好 現在呢 因為這裡有沒有看到關鍵引格 我們就play一下 有沒有先停一下 現在回來 這樣你了解嗎 這個概念在飛行裡面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做 那 這個呢 這麥哥哥說明一下就是這個 字型 字型 顏色的部分 這顏色的部分 這個版本是同一個字狀 就是我們這樣同一個字狀 只能一個顏色 你不能說這兩個選起來不同顏色 但是新版本可以 新版本可以 那第二個 我可以用中文嗎 這個啊 可以用中文嗎 當然可以用中文 但是我們在選字型呢 所以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 您看 好 假設用這個 我自己再放大一點 市民官特別選假 點一下它就放大了 好 我先 你有沒有發現 字哪裡怪怪的 有白白的有沒有 沒有 結果他做特效 他怎麼做特效 拔對一下 有沒有發現 字 雖然變得很醜 為什麼字會產生這個 這個原因是 不是人體的問題 是因為字型的問題 事實上 各位你們在用Word 或者簡報 OVS系列 有沒有用過一個 叫文字藝術師 文字藝術師 如果你用Windows內建的字型 就是標卡 或者細民體 一樣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好 所以那是我們那個 內建字型的關係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免這個情形的話 其實你只要選擇 不是微軟的就好了 有沒有它都有 這樣 還有天氣篇 必須看到 假設用中黑好了 有沒有看到字型 這正確的 有沒有人會這樣 所以就不會了 所以你只要問其他廠商的字型就好了 就是微軟內建的那個有問題 那個字型有問題 假設你用中文的話 就是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不然你用姓名標卡 就會出現一樣的信息 所以 大致上就算這樣 那最後呢 如果你做好了 你要輸出的話 從哪裡 從這邊 有一個 會出有沒有 會出的話呢 這裡 我們就可以直接變成SWF 對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 做好了 就看你放哪裡沒關係 有沒有 變成SWF這樣存出去 就好了 所以你現在呢 在我們桌面上 你就看到一個這個 這個就做好了 就是你看到 像這裡 像我們在這邊 這個呢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做那個動畫 檔案多大 是不是只有2K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很小了吧 因為SWF它有個好處 就是說像我們剛剛打字 字也是向量的 所以說它事實上檔案就很小 所以檔案小 自然我們在網路上傳租 所以就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它會流行 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我就把它們還給大家